据英国媒体报道,随着2017年10月起,中国开始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,使得英国一度慌了神,因为他们主要依赖中国来接收废料。 一年过后,英国国内的垃圾并没有追击成山,而是转而流向了马来西亚、土耳其、波兰等国。 报道称,近年来,英国严重依赖中国处理英国的废料。 三年前,英国向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出口了50万吨塑料废弃物,占英国出口塑料废弃物总量的近三分之二。 但随着一年前,中国开始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,英国人突然感到一阵紧迫感,英国回收行业甚至警告称, 这一决定,将改变游戏规则,这将是一场处理英国国内垃圾的斗争。 但据英国媒体报道,英国政府显然已经找到了新的下降。 资料显示,2017至2018年度,英国有10.5万吨垃圾流向马来西亚, 马来西亚总共进口了10.5万吨,比上一个年度增长了68%,成为英国的主要垃圾土里厂。 土耳其则接收了8万吨排名第二,排名第三的是波兰,排名第四的则是印度尼西亚。 此外,印尼还和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一起, 位列大量青岛塑料废弃物污染海洋国家的前十名。 不过,据马来西亚国内议者介绍,马来西亚的垃圾处理工厂有限, 他们并不能处理如此体量的进口垃圾。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 为了应对洋垃圾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, 马来西亚政府准备实施更严格的垃圾进口政策, 期望在三年内彻底解决洋垃圾问题。 但马来西亚国内有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, 三年太长,应该立刻解决这个问题。 英国媒体还引用英国塑料制品联合会主席的话称, 劣质塑料废料的出口问题非常令人担心, 英国公司应该尽最大努力, 确保塑料制品留下信誉良好的回收上。 英国塑料制品联合会主席还称, 他们将支援针对废物出口行业的全球认证体系, 并表示,应在国内进行垃圾回收处理。 英国环境大臣麦克尔戈夫则表示, 英国必须停止外包其垃圾处理的业务。 我们也该质询英国政府, 为什么不干脆禁止塑料废料的出口? 我们被告知, 尽管英国承诺更多的在国内回收塑料, 但塑料有一个合法的出口市场, 特别是对于那些利用回收塑料废料生产新产品的国家。